今年台湾灯会在屏东举办,入院人数不断在破纪录,228年假时更是天天爆满人潮,总是营运到三分之三,17天内创下高达1339万人次。 而交通部观光局日前发稿表示,灯会中还抵世界的主灯珊瑚之星,在一分之三获得意大利国际设计大奖赛A Design Award 2019提名入围,成了灯会中另类亮点。 2019台湾灯会被外媒誉为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,多样造型灯组,个个都是精心设计而成,夺目耀眼的设计,搭配烟火和无人机表演,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一览灯会之美。 珊瑚之星是海洋世界根据离与大地景观融合的互动装饰艺术。 借由互动按键,以绝丽光线形态,表现出珊瑚在海洋中五彩缤纷的色彩。 精英国际绕民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珊瑚之星作品,以获得意大利A Design国际设计大奖赛提名。 意大利A Design国际设计大奖式是规模最盛大,参赛作品最多的设计大奖赛。 这次珊瑚之星入围,不但作品获得国际肯定之外,更可以让世界更认识台湾。 艺术灯区内三件作品也受到国际关注。 必须是Ricke Jalen与杨宗军的《恒春风陶》,Peter Beerman与方剧中的《平安时光》和Peter Denevar,巴利兰采,嘎扎涅兰与王亚兰的《竹田记事》,传出以获邀在今年八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